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要长大 也就是scale up 我们会发现有一半的硅谷的公司 也就是独角兽公司 他们的估值到达了11美元 也就是说在全球所有的独角兽公司里 硅谷占据了一半 为什么呢 那我们会看到硅谷有很多优势 其中一个核心优势是硅谷资源之间的强互联 他们的资本 人才 用户都在这里得到了拒绝和放大 而我们的硅谷的创业者 只需要工厂的时间 就能够聚集更多的资源 从而拥有更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BeatTiger就坐落于硅谷的中心 Palotto 有空也欢迎大家来我们公司参观 公司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随着人数乘以10的扩张 我们可以从几个人的家庭发展到几十个人的部落 以及几百人的村庄 以及千人的城市 最后到达几万人的国家 当然了 其中也有像WhatsApp之类只有几十个员工 但是规模很大的公司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的关注点往往是不同的 例如在家庭阶段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产品和市场的验证 到达了部落阶段 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 如何发布产品 如何吸引用户 到达了村庄阶段 我们需要多个县城的并行发展 到达了城市阶段 我们需要更多的产品进入更多的国家 而到达了国家阶段 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世界线 以及更多的商业模型 那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实际上我们有不同的问题 例如 我们在早期往往会聚焦一些non-scale的问题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要做scale的事情 但是在你的初期 尤其家庭阶段 你要做很多non-scale的事情 来去优化你的整个产品和市场的验证 例如 在Airbnb的早期 创始人会找自己的用户来亲自验证他们需要什么 当他们发现需要精美的图片的时候 他们便开始自己拿着照相机去做这件事情了 但同时 我们也可以利用AWS之类的服务 把我们不重要的事情都外包出去 因此 不要再初期天天把阵列挂在嘴边哦 而在每个阶段中都会有不同的趋势 例如 在早期往往要求通才是什么去做的 而在后期往往需要专才去专注一个事情做好 在早期往往需要做事 而在后期你会管理跟做事融合 逐渐的偏向于甚至有很多重管理的人才 在早期你开始适应各种的需求来去调整你的策略 而在后期往往需要一个完美的执行 那早期你可能会专注一个本地的需求或者是市场 而在后期你需要关注整个全球 甚至做到宇宙上的市场 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些持续的思考 例如如何在不同阶段能够保证持续的创新 如何能够借助收入或者这些资本来进行更大的扩张 如何面对各种竞争 那在整个过程中 我希望大家能够考虑的是一个十年的规划 而不要把你的眼光局限在一个一年的游戏里面 而且我们考虑竞争的时候 核心不是说我调研清楚我的竞争对手都做些什么 而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自己如何能够获得一个占领一个市场的机会 而且在初期你的竞争对手往往是其他的创业公司 等你长大才会去其他一些公司进行更多的竞争 我们拿LinkedIn来举一个例子 在早期就第一个阶段 用户在500K以内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人力资源的市场需求 但是他们的用户基数却无法支撑这个需求 少年形成了一个矛盾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发现需求是更重要的 到达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出B链的情况 他们开始有了客服市场 以及对员工日常生活和事务的管理 到达第三个阶段 就是三个Million的时候 他们开始不仅要巩固自己当前的招聘事业部 也要探索其他的价值 他们有了五个部门 例如用户增长部门 用户收入部门 新产品的探索部门 他们还有一个新的CEO Dan 到达了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100个B链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出现神经式的扩张 成就式的扩张 这之后他们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 例如针对招聘的解决方案 针对销售解决方案 针对市场解决方案 他们也有了一个新的CEO 叫做Jeff 并且开始把一些公司文化的事情落实下来 他们也开始考虑优化技术战 让他们更容易扩展 更易用 而且更简约 他们同时也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并购和投资策略 最后呢 就是第五个阶段 他们拥有了300个Million以上的用户 他们开始出现了多个国家和多个城市的部门 真的成为一个很大的全球式的公司 而在这里面呢 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从LinkedIn以及许多有其他的公司 如Firefox或Airbnb都会看到 他们用的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进入闪电式的扩张阶段 因此不要过度的幻想自己能一年成为一个大胖子哦 做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做startup不仅要startup 更要skill up 我们要接受两年的成长期 不要去奢望一口吃个胖子 我们也不要奢求银带 我们面对不同阶段 要解决独错的问题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